上次帮女神安装系统 促心移了一款远程控制软件在她电脑上 现在导致一不小心就能试试查看她的电脑 诶 女神的桌面还挺好看的 也能远程控制查看电脑文件 嗨 怎么C盘又满了 看来又得找个时间帮她清理电脑 我去 女神也看这些 让我点开看看 诶 微信来消息了 先看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就会教给大家 如何远程控制女神 啊 不是 是远程控制任意电脑 以及避免被他人控制 投币上车 教学开始 本期视频用到的软件叫做Pasica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一款 延时几滴免费无成本 且秒杀大部分复回软件的远程控制软件 软件支持Windows、Mac、Android以及Linux多端平台 在官网即可直接下载 注册之后直接登录即可 软件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点击分享 然后将链接暂停到另一台设备中 即可控制此电脑 当然你也可以将同一账号在多台设备中登录 在主页中也能看到其他设备 点击链接可以直接远程控制 因为这款软件是P2B的模式 不需要服务转发 所以延迟能做到极地 甚至可以做到远程大游戏 我直接就是一个勾锁连招 但还不止于此 当你控制另一台电脑时 会出现一个弹窗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很简单 打开433点击关闭PASC所有通知 之后我们再远程控制这台电脑 就可以做到无人知晓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的女生 不是 你在这台电脑上保存了密码 但是忘记了 很简单哈 右键检查 然后在打开的控制台中 点击左上角的小箭头 找到密码对应的元素 把password删除掉即可 密码就会以明文的方式展现出来了 这不就找到你女神的 你忘记了密码了 这都分享给兄弟们了 要个三连不过分吧 由于这款软件是国外开发的 大家可能在注册的方面 会出现诸多问题 且也将问题一一整理到了 同名公众号 选一报一中 回复password即可获取通文内容 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至于如何避免被别人控制 大家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的 启动应用中查看 是否有异常软件 这里面都是开机自启动的软件 右键进用即可关闭 而据我了解 远程控软件 都很需要开机自己的权限 还有就是进程中查看 是否有占用资源过多的陌生软件 谷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最后不要让他人 随意在你电脑上安装软件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如果视频对有帮助的话 就点赞同币加关注 我是小宇宝爱 一个分享 黑科技的封号缺化不住 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